夫人站在路邊一手撐著雨傘 另外一隻手卻伸出來 疑似比出號碼手勢 幫候選人宣傳 閉著閉著眼看兩名男子迎面走過來 夫人的手蠢蠢欲動不斷伸出 疑似再比數字暗示要投給誰 民眾搜證拍下這段疑似違規的畫面 向警方檢舉 另外一位阿伯投票時 一時搞不清楚狀況 把選票放入包包內 帶出投票所 你是不會記的嗎 不然你的票怎麼拿出去 就是放入包包這個舉動 當場被選物人員發現後報警 警方也立刻將人帶回所裡證詢 兩棋選舉違規事件分別發生在 基隆真實阿里 證實阿里 夫人在投票現場疑似比出號碼手勢 企圖影響民眾投票 阿伯帶著公投選票走出投票所 雖然可能不是故意的 但兩人的行為都已經觸法 將被移送地訣書偵辦 另外在宜蘭舞劫也有民眾檢舉 在國小內有候選人老婆 在進行拉票 警方也到場搜證 並將女子帶回警局偵訊 投票是民眾的權利 但是如果不珍惜 濫用權利就可能惹禍上身 記者朱定龍林醫生 王雲廷 基隆宜蘭採訪報導